接下來我們看一個例題 他說有一艘船總共有五噸重 請問你浮力多大 這就是講過了浮物體原理的基本應用 叫做如果我會浮,浮力會等於物重 浮力會等於物重 所以他五噸重浮力多少 就是五噸重,所以當然選B 不要選五噸,有一個船十萬噸重 浮在水上面浮多大 就十萬噸,就十萬噸 船多重浮力就多大,很簡單 不用算嘛,你們也不用算 所以問問這一題 有個小明帶的都是0.5公斤的皮球跟保麗龍 到游泳池泡繩長成這部德系 請問你他的浮力關係 哪一個?哪一個?哪一個? 是哪一個關係? 好,那個 那個 球跟那個保麗龍都是 0.5公斤 然後,所以他是哪一個呢? 1 國長找一個帥哥男 帥哥男有嗎? 28 28 你選B喔? 你選B 5個 他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球是浮的,保麗龍是浮的 都會等於物重 都是會等於物重,都是浮體 小明也算浮體好了 所以呢,都一樣0.5公斤 那小明呢?小明不可能0.5公斤吧? 500公克 超級早產嗎? 所以呢,小明體重一大0.5公斤 所以小明的浮力會比較大 所以呢,答案是小明大於皮球 喔,等於保麗龍 所以呢,我們答案選C了 這樣子,很簡單吧? 這就是浮體原理的最簡單最基本的運用 可以嗎?可以 下一個練習 這題呢,其實是很欺騙社會 他就說有個東西丟在三杯的液體裡面 有甘油、有水、有酒精 還把你的所有東西的密度通通都告訴你了 啊,請問你,福利誰大誰小? 誰要誰大誰小? 假大、乙大、餅大一樣大 到底是哪一個呢? 哪一個? 三十二 三十二 主,請坐下 答案叫做 因為跟你講了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它是同一個東西 液體不一樣 所以 東西的重量都一樣 所以在三杯裡面都是浮體 所以浮力都等於物重 所以大家就通通都一樣 所以答案選出 那幹嘛要給我什麼? 乾油密度、水密度、酒精密度 對,欺騙社會用 一點用都沒有 希望你拿去認真努力算 算半天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OK 好,這是康軒的立體 這浮標 浮標可以出很多的變化 以後你就會寫到這個題目了 有個浮標放在夾一筆 又是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請問你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浮標放在三種議題 長成這個樣子 請問你上面的敘述 誰是對的? 上面的敘述誰是對的? 浮標是同一個 議題是不一樣的 百歲的長相 長成這個樣子 請問你這個敘述誰是對的? 這個敘述誰是對的? 是苦無嗎? 是苦無 苦無會長太少了 他有點肥 7 Lucky7 誰是Lucky7 你是1號 我認得你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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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出 你選出喔 Go 人生就定了 浮體的浮力都等於物重 他在三杯都是浮 所以三杯的浮力都等於物重 都一樣重 但是如果議題的密度如果比較大 排開的體力就會比較小 默露的就會比較少 所以乘下去越多的就表示密度就是更多 所以我們答案選出了 答案選出了 這些都是我們浮體原理的簡單的應用 不用做計算 不用做計算 會判斷就可以了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好嗎? 有嗎? 不叫做計劃 不叫做計劃